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定环讯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三 我是麦 在今天的转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说一个 现在中国一股中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牛头熊身 从这个名字上大家也可以知道 头是牛的头 一般牛就是形容是牛市 也就是股价上涨 那熊市通常说的是股价下跌 或者是趋势向下 那么熊身在这里的含义 就是形容的是中国股市里面 除了头部的股票以外 大部分的中部地区和中小型的那些上市公司 目前的股价依然是没有上涨 反而出现下跌 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 同样是在一个股市中 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 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比如说像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的茅胎企业 它现在一股的价格已经超过2000人民币以上 那么在香港恒生市场里面 腾讯的股价目前也是超过了700港元一股 但是绝大部分我们说的超过50%的 中小上市公司的股价 在过去12个月时间里面 非但没有上涨 却还不下跌 那么这个时间就要回到2020年的三四月份 当时中国已经成功的控制住了第一波疫情 也是全球最早的进入一个恢复期的国家 那么在当时为了帮助经济恢复 中国也和美国一样释放了天量的人民币 加上了各种的政策来帮助经济恢复 但是同样是释放了天量的人民币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里面的标普五百指数 甚至是罗素2000中小企业 他们都有所上涨 但是在中国的A股市场里面 却只有少数头部企业 也就是前50家 前100家企业 在所有的两三千上市公司中 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这个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来自于 其实呢 上面的政策 虽然是释放了天量的人民币 但是在真正落实到贷款政策的时候 却有巨大的差别 对于大部分商业银行来说 当他们在考虑 是否要对一个企业放贷的时候 首先会考虑的是呢 国有和上市 如果这个企业同时满足了是国有 加上是上市企业 那么它会很容易的获得 而且呢 是这个利率比较低的贷款 那如果呢 它是国有但没有上市 问题也不是太大 那如果它是非国有 但是是上市企业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市值 如果市值排名在前100 甚至于前200 那还好说 那如果是在200之后 甚至于是在中等 1000、1500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一些即便是上市的私营企业 再去贷款 其难度也会大幅增加 获得的成本也非常高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说到的 这个去年三四月份也来呀 那个旧市的政策和旧市的资金 大部分的资源 其实依然是集中在头部企业 我们看到呢 头部企业也就是 我们说的上镇50指数 中镇100 或者呢 我们说到的是像是海外的 中国的A50指数等等 这一些头部的企业呢 其实聚集了大量的金融资源 政策资源 以及呢 人才资源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茅台酒业 它的价格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面 从六七百人民币 翻到了2000 当时还有一句话说呢 说的是六七百人民币的茅台 它没有泡 因为茅台呢 它是酱香性白酒 它没有泡 它不像是啤酒 这个笑话我还记得是在两三年之前说 当时只有六七百 大家都已经觉得很高 结果在三年之后 现在竟然已经达到 惊人的2000人民币 那么其实腾讯也是一样 为什么腾讯的股价会这么高 很大的原因 就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 阿里集团 在过去几个月 是承受了打压 虽然我们周一的节目说到 其实阿里和支付宝 理论上是两个不同的公司 但由于都是马云创建 因此 这个由于马云的关系 在过去的两个月呢 阿里集团的股价是深受影响 那与此同时 它及最大的竞争对手 微信和腾讯 它们的股价就出现了明显上升 那么对于未来来说的话呢 总体上我们认为 如果您是散户 不太了解国内的故事 千万不要去 凭着小道消息 别人告诉你 哪一个什么什么消息 去购买某只股票 对于我们散户 或者说对于我们小孩来说 最以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做法 依然是选择 不论是恒生指数也好 中国A50指数也好 选择一个大盘的指数 购买的呢 是那些拥有大部分资源的 头部企业 而尽量避开 购买单一的中小上市公司 那么朋友们肯定要问 那你说了这么多 说到是买这个指数的话呢 亚洲那边有A50 有恒生 有日经指数 欧美那边呢 它就更多了 像美国就有三四个 加上英国法国德国等等 到底哪个比较适合散户 那么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那我说一下 在我选择购买 或者说选择看好 哪一个指数是背后的逻辑 那我有三点逻辑 第一 就是看这个国家 他们背后 有多少资金 或者多少政策 在支持股市 到底是同样是 增发这个钱 两百块送是一万亿呢 还是十万亿 规模不同 会导致最后股市上的上涨 幅度也会大不少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国家 到底是以科技为主导的 还是呢 以传统的制造业 或者是第三产业 作为制造 为主导 比如说同样选择 一个国家 如果是选择是法国和日本 那么在目前疫情时期 日本的科技产业 影响相对比较小 法国的旅游业 奢侈品业 影响就非常大 所以 与此 这个逻辑就是呢 在同样的这个时候 如果双方用的钱 印的钱是一样的 那么首选是科技行为主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香港 最后第三点 我的原则呢 就是尽量选择那些 到目前为止 涨幅相对还比较小 也就是别人涨了30% 他只涨了5% 10% 那么他未来相对的空间余力 还会比较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新快讯的 热门话题部分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